欢迎收看福音400 恩典台湾 上帝与台湾的故事 基督报导 我是主持人 庄玉敏牧师 在台湾的乡村的教会 曾经有类似这样的对话 在地宫庙人士跟乡村的牧师说 我们妈祖来台湾已经两三百年 你们耶稣来台湾才一百多年 你们再加油 这句在地日常的对话 透露了当荷兰时期结束后的两百年 正是汉人陆续迁徙来台 开始成为台湾人口的最大宗 汉人除了带来民间的信仰 又对当时的台湾社会 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而荷兰宣教的福音果子 是否就消失了呢 1662年到1865年 这两百年间 台湾没有宣教士和教会 上帝的手是如何预备和带领 福尔摩沙这块岛屿呢 明镇时期 随着荷兰牧师的离开 台湾原有的教堂陆续关闭 虽然郑成功的父亲和妹妹 都是灵洗的天主教徒 但福音在这个家里 没有影响正成功 汉人政权和群体 带来的中国如是道信仰 影响台湾社会 直到如今 电信仰来台湾后 如果教律师的记载 电信仰很突压 那种外国问题 你禁签最后 这些都是射教 所以电信仰会禁教 包括清调之类也没得过这个 后来清廷和天主教 发生文化和教义上的起见 清廷实施超过百年的禁教 当1683年 台湾正式成为清朝领土时 也影响福音 在台湾进入沉寂两百年 不过荷兰牧师 最初所洒下的福音种子 是不是就此消失了呢 1715年 曾经有天主教的神父 叫做Demayla 彭炳正来台湾 他就问基拉雅人 你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记忆 还有多少 当地人跟彭炳正说 根据我们祖先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 人类的始祖叫做亚当跟夏娃 但是因为人类的始祖犯罪 所以需要用水来洗礼 在荷兰离开六十几年之后 他们还有这样子的记忆 我们意见一些 还会使用荷兰制的原住民 甚至发现他们手中 有五本荷兰文圣经产本 他们不崇拜偶像 更知道上帝是造物者 是三位一体的神 在荷兰人的影响之下 他们就会用罗马寺写他们的语言 叫做新港文书 原住民要卖给土地 给汉人 在当时的这个土地的买卖过程当中 一边是中文字 一边是希腊雅语 两边都念过一次 双方都同意才成交 荷兰人交给他们的这个文字能力 保护了这个希腊雅人 这个土地的权益 这两百年间 土地成为台湾不同族群间 冲突的癥结点 清朝时期 急于治安管理的考量 限制汉人移民 但敏越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 为了谋生 许多人抱着台湾梦 冒着渡海风险 仍想办法申请或偷渡 来台湾开墾 冬山跪台湾 深冠跪跪湾 六四三老几回头 倒进了当年横渡黑水沟的风险 到了19世纪初 汉人已经成为台湾人口组成的最大宗 社会形态也转为农业工作 直接受到冲击的 是原住民的生活空间 本期的社会原住民的生活 悠遊自在 但是汉人来了 因为他经济形态 文化 文化 的样貌是不一样的 他们一定将方法机会要土地 土地一定要实演吧 代代相传 那这刚好碰到原住民 麻烦大了 原住民因为是公有的土地 所以基本上 他不会很在乎 这一块是你的 那一块是我 就是大家的 汉人他一定会 不断地要努力 能够增加 他又会要更多的土 政府也以是否顺服 缴税 将原住民区分为 大多生活在山区部落 不受统治的生藩 以及俗称平浦藩的汉化熟藩 1791年实施屯藩制 让平浦族群 驻守屯墾浅山地区 以阻绝藩界高山的原住民 也让开垦的土地纠纷不断 1804年后 不得不离开原乡 造成四次台湾岛内大迁徙 其中包括中部平浦族群 道卡斯 巴仔 派普拉 巴布萨 洪亚 五族三十多个社 1823年迁徙到湖里 西部地区的平浦族群 他们是因为囤治的关系 就让他们串联在一起 大概是因为遭受到 和人的土地上面的争斗 或者是因为政府的政策的使然 所以家里的土地就慢慢流失掉了 平浦族群都是以守略为止 又不善耕作 但是他们知道没有土地 没有一块原地是没办法生存的 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埔里 因为历史机缘而进行跨部落的集体迁移 他们来到埔里之后 虽然不同的族群 也形成不同的聚落 但是他们是为了共同在经营 自己的新的故乡来做努力 同一时期在中国大陆 福音工作也逐渐展开 十八世纪末 在近代宣教之父 英国威廉克里的鼓励之下 欧美教会纷纷成立宣教拆会 前来中国叩门 包括1807年英国的马里逊 1836年美国金信会 淑卫士牧师夫妇等人 马里逊是第一位将圣经 翻译为中文的宣教士 并且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华音字典 创办了第一所中文英华书院 有学者把十九世纪称为宣教大世纪 中国的马里逊 他是奠定了整个 中国近代宣教的一个基础 他所做的事情 文字工作 医疗 教育 这些工作 也都是后来陆陆续续来到 中国的这些宣教师各拆会 他们所努力做的 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典范 虽然我无法靠我一个人 改变中国过去 五千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 但是我相信神能 鸦片战争后 清朝开放五口通商 禁教令正式解除 欧美十多个拆会 纷纷在五口设立教会 学校和医院 1858年天津条约 台湾正式开布 距离荷兰宣教 成疾200年的福音种子 等待重新浇灌 其中1860年 台湾来了第一位福音使者 杜加德牧师 向19世纪的英国 发出了台湾的呼声 大陆我们说福建那边 有一位杜加德牧师 他跨海来到台湾 他发现 这边人讲话 跟那边可以通 所以他就很惊讶 发现台湾那时候 还没有宣教工作 所以他就回去 向母会宣传 邀请开拓台湾的领域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位杜加德牧师 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跨过海峡 仍然使用着同样的语言 这不是一个平常的现象 在中国大陆 往往隔了一百里 语言就不通了 因此我们耳中 好像听到一股强烈的呼声 请过来帮助我们 五年后 英国两位年轻医生 回应了宣教呼召 其中玛雅各医生到台湾时 希拉雅原住民直接喊他 安摩亲家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记录报导 我们看到在1865年 玛雅各医生来台之前 这两百年属于明镇和清朝时期的台湾 整个社会的架构 因为汉人一路开始成为大宗 农业工作也逐渐取代原本的狩猎生活 当资源有限 土地成了各族群之间冲突的来源之一 即使同为汉人 为了争取灌溉水泉 以及耕地 张权泄斗 闽客泄斗 在台湾各地也层出不穷 过往的冲突伤害 在台湾社会需要有和好的力量 当时清朝政府的政策 也冲击原住民生活的空间 造成平浦族四次大迁徙 主要包括有 第一 中部平浦族迁徙到宜兰 第二 南部平浦族 包含荷兰时期 在台南平原生活的希腊亚人 也陆续在山区和东部来进行迁徙 第三 中部平浦族移居到埔里 2023年埔里各界 也盛大举行了入埔200年的纪念 第四 宜兰格马兰族 也往花东来迁徙 台湾岛内的这些迁徙 对许多人来说 除了要面对离开 原居土地的这些遗憾 希望也能产生祝福 移居土地的新盼望 他乡如何变成故乡 几百年来 一直是台湾这块土地 很多人民共同的生命课题 对福音来说 荷兰时期的宣教告一个段落 当原本在西拉雅各社 所建立的教会被关闭之后 当时的基督徒就消失了吗 感谢主 在清朝禁教的期间 冯炳正神父 因为受到康熙皇帝指派 来台湾绘制地图的机会 就记录了西拉雅人 仍然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 以及人类有原罪 需要用水来洗礼的信仰概念 要知道这可是发生在 荷兰时期的教会被关闭了五十年之后 为什么过了半世纪 已经没有教会 西拉雅的后代 仍然有基督信仰的记忆呢 这就是信仰要在家庭里传承的重要 信仰的延续不能光靠教会和牧师 基督徒父母更扮演了关键角色 藉由福音400 恩典台湾 上帝与台湾故事记录报导 希望上帝的恩典 也在每个基督徒的家中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键 关键 cill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